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今夜十点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江汉 不然高兴您再次打开您的频道收看这个节目 二十多年来 随着大量的中国大陆的移民来到了美国 很多人都经过了一番非常刻骨铭心的成长历程 有的人建立了他的事业 有的人也许在过程当中吃了许多的苦头 今天我们要为您访问一对特别来宾 他们真的是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携手共度医生 这医生不但是他们自己的医生 同时他们选择了医师作为医生的事业 这也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 我们很多人都羡慕医生这个行业 没有错 以为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在社会经济地位上 都比一般人来得好 但他们所走过的 虽然他们从底层一直爬到一个相当稳定的地步 突然有一天他们觉得 他们不单是为着自己在这里营生做一些的事情 他发觉华人社会需要有更多的关怀 以往的医生虽然有太多使怀者的心神 但是未必走入这个行业的人仍然会想到 还是每个月看到账单的时候 那个愉悦会大一些 他们也许在过程当中做了一些所谓没有经济效益的事情 但他们做过之后却发觉说 哇原来当我不是经济效益的为主的环境当中 每当我看到病人 就在他们的方便从我诊所出去的时候 是带着笑容 每每他们一句话说 谢谢你医生 那种感觉 我相信远比他们收到的账单来得更加的愉快 特别难得的是 这样一对勤奋的年轻人 他们走过了他们的人生 他们这个时候仍然有许多美丽的vision 而这样一个vision如何能够影响 同时对所有的华人社区有一些的改变 我们今天来请他们来亲自告诉属于他们俩的故事 让我们欢迎今天两位的特别来宾 虽然我们说Lady First 但是平常这位先生在家 大概说话的权力没有很大 我们先介绍我们今天的包大士包医师 包医师你好 你好江先生 大家好 我是包大士医师 谢谢江老师邀请我们来做这个访谈 对啊 我真的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两位来 第二位其实是他们家的主要发言者 然后这一生被另外一半宠爱 但是呢 从来也没有让对方觉得你的宠爱是白浪费的 因为我仍然是那一个值得你宠爱 同时我是非常认真勤奋的 吕莉 吕医师你好 你好江先生 是 很高兴今天来到今晚十点钟 今晚十点见的节目 是 节目 对 很高兴今天能做客这里 同时呢 也很高兴分享我们成长的路程 成长的经历 成长的酸甜苦辣 和大家在一起 看到他们两个人青春的容颜 同时真的非常康的一对年轻人 其实我觉得所谓的酸甜苦辣其实不重要 让我们先来谈谈你们的青春岁月 我今天到了现场 我才知道说原来你们两个人在大学就认得了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题目就是治青春吧 谈谈那一段成长的青春的青涩的岁月 因为您是比吕医师大一届的学长 是的 你是在什么一个场合里头注意到这位年轻貌美的小学妹 我们是在我们的医院rotation的时候注意到的 rotation的时候 我们在外科是一个小组 小组的话 我主要是辅导 刚刚进入外科轮转的一些医学生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吕医生当时你可以想象当时很强烟 对是 他这也属于我们的校花 然后他学习也同时非常努力 这很难得 这个我后来也才知道 他这个是我们多年的奖学金的获得者 一直都是霸占了名额不给别人 是啊 吕医生当时是当然是他的工作特别努力 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 这个随着交流的日渐增多呢 我们这个互相之间了解的越来越多 所以就慢慢的就有进一步的感情 从这开始呢 我们就是决定了我们将来要一起走过 像您说的这个 洗手医生了 然后刚好又是医生 然后刚好又是医生 您说的非常好 是 不过我觉得像李丽 像刚才包医师说了 就说一眼就会看到你 然后感觉上因为我是今天是第一次见到包医师 我跟吕医师有一些的接触 我就觉得哇 其实只要有吕医师在这个满世阳光 春暖花开大概日子都来了 但是你这样的一个人 我们很感觉包医师属于典型的读书人 典型的读书人 后来在国内就已经读到博士级的人物了 这样的人通常比较木讷 你是怎么会在众多 特别是在东北哈尔滨 每个男生都挺高大的见识的 看到这一个只会读书的 书呆子不见得 但是你怎么会注意到他同时你真的相信 真的是他实在是Mr.Right 这个呢应该讲我的大学是没有出过男朋友的 然后呢我和包医生呢 其实是在大学毕业之后 我们在正式交往的 当时我的大学同学知道之后 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说吕莉怎么竟敢和包大士在一起了呢 其实呢包大士他很有很有很多的优点 是 但是呢他心有的地方是在实习的时候 那是一转身 这是回眸一转 我当时我经清清楚记得考完研究生 我在实习的时候 我们就在那个医院的电脑 我就在电脑随便画张画 画张画的时候呢 用电子那时候画的还好吧 您自己也有一方面art的一些的修为吗 我喜欢 那张画呢就是没有人用电脑画画 我就随便画了一个山水画 然后呢 他低头看了我一眼 我正好一抬头看到他的眼睛 然后呢 他的眼睛全是赞扬 他没说一句话 不用说话就 对 全是赞扬 我当时想 嗯 这眼睛挺小 不错 然后呢 嘿 实习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你看对的 那个赞扬 其实哪里是话 是你这个人 对 他的确实这样 他不说不太说话 是 但是实习的时候呢 正好刚好又轮在一起轮转 他就换药呀 给病人拆线呢 他非常主动 而且呢 早出晚归 我学习是早出晚归型的 所以我能看到他 当时考完研究生 已经没什么压力了 所以呢 终于可以把眼睛放四望看一看 发现他不错 人很好 人很老实 而且农村病人很臭很脏 他不计较 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好 然后实习的时候 他又很耐心 就是他比我们高一届嘛 嗯 所以他的实习应该比我们多一点 他又很很耐心的指导我们这些 就将毕业的这些 五年制的学生 所以他是七年制的 我们就在一起 一直到了内科 内科也是 也是实习的时候 我觉得他对人非常好 他可以不计较脏 不计较累 这个就不会错 另外他毕竟七年制嘛 所以呢 我们就毕业之后 他就写了一个小条 他让我借他的书 我想呢 我就借吧 然后呢 书里有张小条 记得吗大师 大师当时就给我写 我现在也记得 我俩很久没说过这件事 就没说过这件事 对吧 他写了 嗯 你写了什么大师 哇 这个难倒我了 难倒你了 我没忘 他就执子之手 下一句呢 但是 与子邪老 邪老 对 所以呢我想 他这个表白 就是已经告诉我 他在乎我 那么我就跟他在一起吧 这个书都已经毕业了 这个书都已经毕业了 所以我们也也算是顺理成章的就走在一起 因为我们都是初恋 两个人都是初恋 是 哎呀 其实如果我今天要来谈这个故事 没有想到这个 apply 到这个像 OK 其实自己什么都没有 而且你们两个人 如果让对方觉得说 我讲的 其实 听我的比较对 到底你们俩在这一点上 因为你们能力相当 能力相当 常常我们说 夫妻的恩爱 要使对方弱一点点 比较崇拜 那对夫妻一定很好 但两个人都是强者 特别是两个都是学霸出身的孩子 要服对方 要不要一点点辛苦 我们先请报医师说说看 哦 你从我的名字上也能看出来 我名字我叫包大师 嗯嗯 所以在家里呢 只管大事 对只管大事 你们家还没大事发生过 对不对 也有一些 但原则上呢 是我们基本上 原则性方面的问题 我们都是基本一致的 嗯啊 当然如果去设计到一些细节的问题呢 我一般都是以吕医生为主的 但是呢 我这个在方向下呢 我就是帮吕医生啊 就把关 这是 你还是那个背后的把关者 对我更喜欢把关啊 但细节的问题 吕医生呢 他这个因为他思维非常缜密 嗯嗯 这个考虑问题啊更详尽一些 嗯嗯 而且呢他与人接人待物方面呢 他这个我像现在话讲 就热门话讲 叫情商高 但实际他对这个人呢 他总是为别人思考嘛 这个想的非常详细 这点我很佩服他 所以呢 我很少跟他来争论 顶多是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啊 那方向性问题我们是要 一定要详细讨论 嗯嗯 你要想得刚刚 巴那是这个医师 所讲的这番话 可能叫很多 呃 银瓶前面的女士们 流流下口水 然后流下愤怒的 这个这个东西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家那个死老头 不是这个样子啊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也是一个建立 你们有没有经过一番的磨合 才到成这一个地步 因为很明显的看到 就像你对李医师的赞美 就是说 他的情商高 那他也包含多面性 你可能就是站在背后的 你晓得这对很多人来讲 是互补 但是很多人来讲 我们就是不同 有没有因为这样 而有一些的干戈的过程 我想 呃 大师说的非常对 嗯 就是我是其实大的方向上 大的事情 我是非常尊重 巴大师的意见 对 因为我知道我的弱点 我的优点 我呢 其实呢 应该虽然我 其实我的经历蛮有趣 举个例子 是大学生学习很好 可是我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 并不爱学习 当时呢 我是虽然毕业于哈尔滨第三中学 也是东北三省最好的学校之一了 但是呢 我是一个应该讲 咱们都说嘛 最容易成功是中等生 对不对 中上等生 他有一个向上的一个意识 那么他是青年制的 他不用考研究生 我当时要考研究生 我当时要考研究生 我当时要好努力工作留校 对吧 我就一路就向上 这个人生就是这样开始了 有动力 我在大学刚念的时候 并没有觉得 这个医生的含义是什么 虽然从小当医生 但是到临床了之后呢 我觉得我要好好做个医生 这个时候就发奋读书 眼里再没有其他东西 就只有书本 知识 然后呢我想这个 为什么我要提这一点 这是对我们今后事业 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我们怎么从一个学者型转到了一个 做一个医疗的一个group 小的group 我们的group呢 举个例子 这是和这个group的成长 和家庭的成长是在一起的 所以我想这个人生呢 很多时候是需要自我激励 自我激励 当你自我认同的时候呢 有方明确的方向目标 然后往前走 在这路上呢 要有伴侣的陪伴 父母的陪伴支持 甚至后来的孩子的支持 所以这个一关关下来呢 我觉得包医生是 非常配合我的所有的想法 那么他为什么配合我呢 其实呢主要是 我觉得 因为我的动力性 一直从小就从大学时候 开始形成了动力 这个动力是做个好的医生 做一个好的女儿 做一个好的儿媳妇 然后后来就想做一个好的妈妈 给孩子撞到好的条件 那么后来开诊所呢 想做好的老板 希望我的员工呢 是工作环境好 那么也希望他们的待遇福利好 这就是说一路上来呢 包医生知道我的心 都是为了一切为了家人好 那么他不会去跟我去争大的事情 小的事情 大的事情呢 我又尊重他 基本上我会 而且呢 我们从practice一开始我就想 当我们开始各自工作的时候呢 我们有很多问题 为什么呢 每个人都有门合期 对吧 嗯 那么每个人在 在工作事务上的看法 的困扰 会跟家人去分享 那么家人往往有时候会说 嗯 你怎么又这样做错了呢 那包医生不会这样子 他从 他是一个 我觉得包医生是个很战头慢的人 他呢 他会很冷静的说 嗯 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或者说这个事情 呃 会是怎样的呢 或者说如果你要这么做 会怎么样呢 他总是抱着分析的角度 帮我去想问题 所以呢 我论我们无话不谈 嗯 但是呢 我就跟他讲 我们在夫妻关系中呢 也会遇到很多困难 也是有磕磕绊绊 吵吵闹闹 打打闹闹的这个过程 是的 而且呢 也可以吵得天翻地覆的 嗯 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 大方向是两个人觉得 他还是很好的 嗯 他尊重我 我也尊重他 嗯 但有一点像practice的时候 包医生就不主张 我们一开开两个诊所 很不情愿的 嗯 但是我就说 如果我们天天在一起 非炒离婚了不可 嗯 因为什么呢 你在一起就会有不同的意见 是的 然后呢 回到加州 我们一直在两个地方工作 我们就 回家又无话不谈了 今天我发生什么事 他发生什么事 而且有共同的语言 嗯 还有就是我们 为什么开业能够坚持 这么长时间 包医生三年多 七天上班 那么他的付出是这样子 洪摘胎 我也跟他讲 我说你想想 如果你在一个地方 如果你七天上班 那真的要做什么 那真的要疯掉了 对吧 当我们把这个诊所 慢慢做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还能坚持 我们在两个地方 换一换心情 换一换员工 同事 我们的心情也好多了 所以就一直坚持着 所以事业呢 这个真的是 就是我们俩在二十年的 婚姻生活中呢 互相着提高着自己 然后呢 很很觉得很庆幸遇到了他 是 我觉得呢 人生没有说 谁是最最完美的那一个人 也许总有 其实有比包大师更帅更好 更成功更有钱的人都有 这已经非常好 对啊 但是呢 遇到了大事呢 我觉得是人生一个很幸运 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对 非常好 我觉得其实今天吕医师来到我们节目中 他常常讲的一句话 就是说 其实我没有一件事情是不感恩的 因为我的各个方面 但是我刚从您的谈话当中 我看到了一个最特殊的一点 就是说当您决定在大学的时候 决定说我要做医生 你就清楚了 所以你就没有旁念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 我相信也是今天您成功的地方 或者说我决定做一个好太太 好妈妈 好媳妇 就是说你立定 然后现在我愿意做一个好老板 你很清楚之后 你就不是一个跳来跳去 然后一直就看着这山比那山高的 这种个性 我觉得这可能是 在吕医师身上一个相当的特点 我先问 不好意思 您觉得这个他刚提到这一点 我抓到了 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一点 就是说当我决定做医师 我其他都不再想了 也不一定要说 嫁给个高富帅的老公了 就是说我要做医生 这是我的目标 你觉得这么多年来 吕医师是不是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是 这是他的非常一个优秀的一个个性 也是很 我觉得这是成功人一个很有必要一个素质 就是说你一旦决定要做什么 一定要做得好 一定要用自己所有的努力去把它做好 我觉得这个是我也是很佩服的 所以呢正因为我们互相知道彼此的优点 所以我们要彼此配合 这也是这么这么多年来 我们虽然有像您说的一些摩擦 但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析 是 我觉得其实我们谈的是 这两个医生一路走来他们在医疗世界的故事 但突然没有想到我们今天开始谈到 夫妻相处的一些东西 不过也很有意思 不过我要来谈一下就是说 你们都属于在国内里头相当优秀的年轻一辈 在那个时候毅然决然 那个时候吕医师已经在国内的妇产科医生 其实也做得很好 而且我看到一些旧史你在妇产科医生 你可能也是整个妇产科医生里头的一个核心人物 带领着大家可以制造一些的特殊的东西 我觉得你可能就是那种灵魂的人物 然后包医师也是都读到博士生了 你晓得这个都是在某个程度来讲 是已经是到达某一个阶段 那个时候两个人毅然决然决定来美国发展 是丢掉 我用的title是说不回头 你要晓得就像你觉得我已经清楚了 我可能就不会回头说 哎呀我在国内日子多舒服啊 咱那个医生里头每年人家送东西 你可能都如何抛得掉你那些已经建立的事业基础 从头开始 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对年轻人 他们事业成功了 等会我们一定会谈到 那个在爬过爬过来 你刚讲的说我当志愿医生 我想那是最煎熬的时候 那个苦我们等会慢慢说 先说为什么可以丢得下 您先说吧 如果呢在复展科的时候 其实我只是一个硕士研究生 回来留校了 那么我的导师很重要 导师当时有叫 哈尔滨一个大学附属地院的郑建华医师 郑建华教授 他的他很开朗 他很热情 然后呢很活很幽默 然后他还有所有的老师 我都非常记得他们每一个人的英容笑貌 他们每一个人都给我一个人生呢 打开一个就职业方面 开启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开端 那么工作中不管再累 复展科很辛苦很累 那个在哈尔滨一个大学附属地院 那至少黑龙江省的重患呢 最重的病人都在那儿最危险的 在那儿复展科也是工作也是蛮危险的 有很多应该讲生生死死的事情发生 这对我是很多的触动 就是生命的流逝呢可能一瞬间 一个疾病的发生就没有了 这在年轻人身上甚至孕妇上都可能发生 所以对生命的这种意义的深重呢 就很理解 而那些老师们都很开心 每个人都复展科的一生嘛 你想想都很活跃很幽默 很有趣的这种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生应该追求的一个职业 那么它的意义真的很重大 所以不管后来改做内科呢 它对我有影响 为什么改做内科 当时处理的重患确实很重啊 而且呢当时想想也许那可适合我 因为我觉得呢 我呢虽然我喜欢做手术 跟老师做手术 喜欢操作 但是呢我更喜欢跟病人去讲去说 然后呢我希望每个人都开开心心的在我面前 然后呢不要太多压力 因为医生主要处理疾病嘛 疾病没有是快乐疾病 对吧 那怎么能把不快乐的疾病 变成一种呢 舒缓病人的一个治疗的过程 而这个是个愉悦的过程 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当时的老师有影响很大的 所以呢回头想来 那一段的临床经历呢 是很美好的 虽然当时觉得我绝对不在做复展科了 事实我也真的没有在做复展科 但是呢 现在想来非常宝贵 所以也非常值得我怀念 嗯 保育师为什么 两个人是一同来美国的吗 还是 差不多 差不多是先后 OK 但我的经历稍微有一点不同 因为我在博士期间呢 我是做了很多医学的基础研究 是 当时是20年前 我们是在国内首批开展 这个国内基因治疗的这个一个课题 当时呢是和国外接轨还是蛮蛮接近的 就和国外有很多医学方面的交流 所以呢我就有想读博士后的想法 在20年前博士后还不是很普遍 不像现在 不像 对所以呢 时候我就想到国外有进学的机会 对 恰好我联系到了这个在Tennessee Momphets有一个儿童肿瘤中心 叫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现在很多人可能在电视上也看到那个 非常有名的一个儿童肿瘤中心 对 所以呢我就有机会到那边呢 就进一步进修做博士后的研究 就这样的话我们在美国呢又聚在了一个城市 虽然在虽然做的研究那是不一样的啊 但是呢是我们在美国事业的一个新的出发点 可以这样说 你要知道真的当你跳出你不见得有把握 你一定能够都走得上就像我说的 做博士他在他的温暖的环境当中 其实是很安全的 也有他一定的东西 可是你要突破的这一点 其实有困难 但你一声令下 他就跟随了你这个脚步 谈谈看你也没有把握也七十六历 对不对 是这是绝对的 当时呢应该讲我们做research呢 我们都我在一个心内科的实验室 还还可以吧 然后呢包医生在一个神经科学的实验室 也很也还不错 但是我们也家里呢也也很帮我们 我们很快第二年来到美国就买了新车 后来又有了孩子买了房子 现在虽然很小 但是呢也算稳定 什么时候突破的呢是当研究进展遇到困难 然后呢因为我们的研究必须有成果 那么才能有绿卡呀 然后呢就是在有就是最我出动最大的 其实是我妈妈的去世 我妈妈是一个麻醉科医生 她的去世呢她来美国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都知道有的人是做了医生的 当时呢在在中国确实很累 然后呢想做research也不错嘛 然后呢我妈妈来的时候呢飞机上有一对夫妻 也是医生也是哈尔滨大学毕业的 她当时就跟我妈妈讲说你女儿呢其实也蛮优秀的 应该做医生啊 我妈就跟我讲说你要是做医生多好啊 是不是 正好呢她去世的时候之前我回去了中国三个月 她就对我说的一句 我妈妈去主托其实就是还是做医生吧 鼓励你鼓励我 是的 然后她说困难总是有的嘛 我科福你学习能力还是有的 我相信你一定能能够考上的 然后呢我就决定要去了 我就要去 我觉得呢我当时就忽然意识到呢 就是说通过我妈妈生病的时候 我和大师呢 对吧 大师我们对她的这个诸多的一些疾病的这个研究 然后呢对临床呢就觉得 哎我们其实真的其实是临床性的人才 我自己认为是 因为呢我们很快的能把握一些新的东西的发展 那么这个过程呢 我们所以我决定我就是要做医生 没有选择 没有别的选择 没有别的选择 对 因为那是我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 当时孩子我公婆婆说 既然你要考医生 那就把孩子交给我们带回中国去吧 所以我们很很很不情愿 又没有办法的说 那就带回去吧 拼了命的读书 我一定要去考上去 这个过程呢 其实大师就在做绿卡的准备这些 那么他就要集中精力做研究 也需要精力要集中 所以我们就就做成了 但是这中间呢我就跟大师讲 我说你也要做医生 大师说那绿卡先办吧 也要学习 学习的时候呢 学习也是有压力的 您说的对 这个学习过程中呢 很多人考试考不过去 对不对 好多考试失败了 或成绩不理想 那么我们就只有不断的练习 不断的学习 而且呢真的是日日夜夜啊 上厕所的时候都有小纸片贴在厕所上 就是这样子 每一个英文单词都是一点点的捡起来去学 是的 但是呢我们俩还好 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学习 那个时候刚刚有就是视频电话 每天和孩子会在视频上用一个 看一看 已经有了 对 录下来发过去 或者是在online上看一下 也不错 就这样子呢 两年的时间就考下来了 所以两年的时间 花了两年的时间 真正mash的时候呢 就快两年半了 真正mash的时候 就是差不多快三年 不到三年 electrone 所以我其实他们两个人今天来 我一直觉得像 我觉得这一代的年轻一辈的 国内的朋友 也很难觉得充满了感恩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 你们刚好是 又不是在那一个年轻 但又不是真正吃过苦的 像老三级 老六级的那一代 你们是卡在整个Brooming的之前 但是在那吃苦的之后 可是我觉得从你们身上听到了很多的感恩的东西 就像 包括连考试 刚才我在这边没有讲完的就是说 大是觉得说 在国内我们这一批受教育的人 身千金百战 对于考试来讲 你们实在是驾轻就熟 只要付出我的努力就能 我真的觉得很多国内出来的孩子 面对考试几乎看到题目就知道答案 那种训练是一种很直接的 连这种东西都是当成一种感恩 就像你说的 你不管是父母 我们这代的父母多好 所以说即使把孩子让你们就是无后顾之忧 花了两年半把这样一件事情做成了 但是你要晓得再怎么说 你们是从学术背景 进入了真正的临床 还是有距离的 所以当你们进到医院实习的那一个阶段 我相信是辛苦的 而且那个时候即便你们的口语能力好 但未必符合到很多那些老医生 老犹太医生或者那些去南湾 印度医生可能对你们的要求都会多 谈谈那一段的艰苦岁月里头 有没有熬 因为我觉得这对夫妇今天从头到尾都在说 我们彼此给予帮助 那种感觉 今天我相信你们自己也很少再去谈那一段的历程 如今是一个回味 但是谈一下那个情形 这个 有一段时间呢 我觉得这个住院医呢是不堪回首 是的 然后呢 在这一段慢慢的这些年来呢 我觉得反而觉得是个很珍贵 很无价的一个经历 是的 因为呢 在这个知识只是一个方面 因为做一个临床医生啊 你要说看病设计的不仅仅是知识 与人交流啊 怎么处理各种紧急情况啊 怎么和同事 甚至和上级医生和专科医生 他是一个和这个相当于一个人 和许多方方面面的一个交流的过程 所以呢 在这个期间呢 像您说的语言 这个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要跟很多不同的这个种族 很多口音呢 这个而且呢 医学语言呢 又有一些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 从一切都从very scratch 从最基础的做起 所以呢 刚第一年的我们叫intern实习生 就相当于这个 几乎每一分钟都在这个 我们叫Floor在这个医院里 轮转 远远超过现在这个实习生的轮转时间 OK 在那个时候对实习生的这个轮转制度 还没有现在在这样的健全 健全 对那时候所以很很多的这个program 叫malignant program 也就是说他们叫恶性program 对 说大家千万不要到这个program来 说你要到这样program 你很suffer 你要经历 但他呢 你又从另一方面讲 我现在回头 为什么觉得很珍贵呢 是的 你只要在这样的program survive 你只要生存下来 没有什么 你将来你去看其他的病人呢 到其他社区医院呢 你会觉得相对的就很简单的多了 因为你经过最严酷的最严格的训练 你就不会觉得将来更有困难 所以我觉得这是蛮有蛮珍贵的一段人生经历 所以走过回头看 才觉得说是值得的 就会多多少少也会忘掉过去的心酸 对那个心酸 就说那个心酸的时候 李丽你是一个女生 当然你也虽然他们对女生会稍微包容一些些 但是我想要求的标准一定也不容易 你有没有在这一个intern的过程当中 因为你们都不是那种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孩子 对不对 你们的过程要去争取到医生 要通过要 过程其实是有压力的 应该这样讲 我是 我们都是在Jamaica Hospital 在纽约 这是一个community based hospital 做的住院医 这个就是包大士医生讲的 这个被很多华人认为 这是一个很不Chinese friendly的一个Hospital 对的 我不这么认为 你不认为 我不这么认为 我真的听过很多 千万不能去那里 对中国医生太不friendly 太不友善了 我现在还和那里的医生保持着一些联系 而且像Covid期间呢 Dr. MC Patel 是ICU的主任 还有已经因为Covid 就是在2020年初就去世的主任 Dr. Chauhan 一直保持联系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还是会咨询的 我还是会找到他们 他们还记得我 这都十多年过去了 那么 为什么这样呢 没有 其实我觉得人和人都是在沟通 没有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 在那样的地方 顺利的毕业 或者遇到困难 不能顺利的解决呢 其实我觉得是个交 人与人的心与心的交换的过程中 当我觉得我去的时候 其实大致是知道的 我无数次的哭在家里 回到家把身体是摔在床上 说我不能再去了 OK 就是这样子 有过这样的过程 我实在受不了了 是这样子 那么举个例子 我的第一个rotation 就是night float 在夜里 夜里的时候呢 我记得一个病人 躺在床上 他是一个drug 他是用吸毒的人 那么他是一个讲西班牙英语的人 当然他英语非常好了 然后呢 他就对我说 他什么都没有穿 躺在床上 一个人一个房间 在床上 就说你给我进来 你这个亚裔的小美女 给我进来 然后呢 我当时就在想 我进去还是不进去呢 我当时想我还是进去吧 他万一有什么问题呢 他万一他出事怎么办 就进去了 然后他说呢 你怎么就进来了呢 我说我觉得我能帮到你 然后呢 当时是我 第一 当时是在第一个月去医院轮转 遇到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种病人的 而且那个地方的病人很重 他们有很多 很 因为是低收入的群体 他们真的是很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工作压力是蛮大的 然后呢 病人这种给的stress也是有的 是 同时那个医院呢 只有还有我现今 到如今 都是像姐妹一样的护士屏在 那么当时医院 没有几个华人 没有几个中国人 但是我在那里 从我不自信 从考试 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考下来 每个月的考试 最后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你说在intern的时候 还要继续不断的考试 每个月都有考试 我们的program 每个月都有考试 有种评分 那么他呢 就在这种情况下 最后我们的成绩 我的成 我们俩的成绩都是非常好的 到毕业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学习 不断学习 我只要有时间 在地铁上 每一分钟 都是要在看书 拿着我的pocket medicine 在读 读了一万遍吧 也许 然后呢 那个时候两位有没有看到说 我们俩现在很辛苦 彼此告诉说 马上高楼大厦 马上日进斗金 有没有用这样的东西来鼓励自己 没有 我们俩当时的 对彼此的鼓励 就是说呢 不行咱就不干了 有这样过吗 有 有无数次 然后说 不行咱就回国吧 这样 有过 当要真到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俩说 再搞一下 这哪是咱们俩呀 对 就是每个人都有脆弱的一面 但是随着这个 就是说接近毕业的这个年头的话 我们觉得就是说 你学了很多知识啊 就慢慢的变得越来越自信了 越大的自信 对 这时候呢 我就不再担心了 你就不担心了 对 因为呢 你该学会的你都学会了 我们也 也会处理各种各样的疑难的问题啊 所以说呢 这时候就不再担心 就我就觉得我去哪里看病 我都不怕 无论是去医院 去社区 还是去各种setting啊 这个我们都是觉得比较这个 没有问题 不两位其实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点 就是说 在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两个都是优秀者 然后两个人不可否认 每一个优秀者 都有自己非常强的ego 可是我发觉 你们两个人没有把那个ego放大 就说你们本来学霸型的人 你没有把那个ego放大 所以你把它缩小之后 即使你被打击的好几次摔在床上痛哭 说不干了 咱不干了 咱回国吧 有这种情形 但是你没有那么强的抑构 反而变得像大师后来说的 是一个海绵吸收更多的东西 我什么样的环境都不怕了 是的 那有没有在一段时间里头 对李莉来讲 你是被打到一个阶段 没有信心呢 我以前在国内 我说啥是啥 来到这边的时候 我受你们这种鸟记 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形 有 当然有 而且呢 这个 当时我就在 当时心也蛮高的 觉得一定要做专科 觉得我 所以我 我是 我觉得我 二年级的时候我就 别人一般三年级考 叫step 3 第三步考试 我二年级就考了 而且呢 还是90多分 这个在一年级这么 就是压力大的情况下 拿出时间学习是几乎不可能的 那么二年级呢 也是在这个 二年级的时候呢 我在十月份就考试了 好像十十月份也许考试了 基本就一年级 在接受压力 在学习 为什么呢 我要去做专科 我希望拿到第三步的成绩 去卖这专科 当时我真的就得到了 得到了allergy immunology 是过敏免疫科 在长岛 那么这一段经历 也是刻骨难忘的 这是我们的当时呢 当时就是觉得 这种 这种我的 我觉得我们俩的成功 很多时候呢 是用超凡的 是付出 来换得的 包括今天也是 每就是 但是这个不论对与错 这是每个人的选择 但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在这过程中呢 虽然挺痛苦的 也有过哭啊 累啊 想放弃 但是从来没有最终放弃过 就是没有 始终没有放弃过 始终期待着一个好的结果 那么 朱研医期间呢 我们的付出努力 我们对人的一种诚恳和尊重 换得了护士啊 对我们的和蔼和热心帮助 还有老师们对我们的 格外的一些指导 包括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 尤其是 我们有一个大小的 然后我们就讲 我们有一个独立吗 我们有一个独立和尊重的 那么这个人 这个类呢 倒也不完全是辛苦的那种心疼 反而是一种喜悦说我走过 然后就像你看到你周围的这些群 到现在你可能都还维持着 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 所以各位朋友 千万不要忘了 如果你有任何医学方面的问题 随时来问我们 我们相信随时问吕医师 包医师 他们都会给你满意的答案 我们一会再跪了 但是我觉得 其实你提到了一个重点 就是说 这是你们两个的选择 没有对与错 吕医师 我非常欣赏你的这种说法 就是说 你们并不代表 这是所有你从医到开医院的人 都用这样的心情 这是我们的选择 也是我们俩共同觉得的 所以我要跳到下一个 就是说 披荆斩棘 就是说你们真的是 过了这一段 特别刚才吕医师说的 包医师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 天天看诊 OK 三年半 整整三年半 三年多也许半吧 三年多是有的 你要晓得 你们也不是属于 那一段那种 一苦失甜的那段 非要干活 干到一种街的 你们也属于 比较年轻一辈的 你要晓得 经过你们开始 自己开业之后 当然 尤其你们又在医院里头 待了一阵子之后 医生的收入 绝对有他一定的随主 我们今天坦白说嘛 是不是 就比一般的上班族 是不一样 也开始累积了 当你天天还要开车 一二三四五六七 也许别人会说 包团大师 你们想钱想疯了 可是 可是我刚记得 你在说他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时候 对大师 你说对大师来讲 你问了他一句说 如果你是一个病人 如果你随时想要找医生 他在 那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是我很想 今天访问你们两个 一个很大的特别 我要再强调 吕丽说了 这是我们的选择 没有价值的对错 因为这是我们的价值 来谈一下这个部分 我的感受可能和大多数人的 是不一样的 我是蛮enjoy 好厉害你 看病这个过程 我很高兴我能给病人解决问题 而且呢 刚刚开诊所 我们就意识到 我们服务的社区 和这个标准的美国社区 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的病人呢 相当大部分呢 都是在周末 在周六啊 或者周日 实际上更大部分 只是在周日才有短短的一天来休息 还有时间去看病 但是呢 大多数医生呢 周日啊 都是不开门的 所以呢 他们存在看病的一个困难 所以我 我通过病人呢 了解这个呢 我就想 我们呢 不管是为了开业 是为了赚钱的 也是为了社区服务嘛 而且呢 我并不觉得是个很suffer 很折磨的过程 因为我对临床啊 我是从内心里 我是蛮热爱这个过程的 这是为什么我能连续坚持三年 当然了 等到最后啊 随着年龄的增长 慢慢觉得体力不支的时候 我们有新的成员加入了 是 所以呢 随着新的成员加入 我不必再工作七天了 但我们诊所呢 还是一贯 一样是开七天 就是说保证病人呢 在任何一天呢 都会找到我们 我觉得这是对病人 是个很好的心理上的这个安慰 对 你要晓得就比方说 很多这样已经 就算是累积一定的程度 就像 我觉得像包医师 你会是让一个病人 非常相信的一个医生 就是人家会很喜欢找你 但是很多的医生 我相信你周围很多的医生 礼拜六晚上要唱唱卡拉OK啊 礼拜天要去打打小白球啊 会有这些人 人家就会用这样的生活 然后人家觉得说 我们干嘛这么辛苦 可是因为你说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你去看病人的时候 你又enjoy 你要晓得人喜欢自己的工作 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就像你们说 但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冲突 或者旅立会去讲说 我们不需要 有没有过 还是你非常鼓励包医师 就这么做 因为你等会是有老板观念 我等会会回到你身上 你先谈谈看 对于他这样 一二三十五六七三 七年半 对三年半 因为当他不做事 其他事情的时候 其他事都locate在你身上 你要晓得 这些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 有没有 你怎么去看待他的这三年半 一二三十五六七 我觉得大事的付出呢 这个是超人的 这是真的 因为呢 因为很简单 他在乎我 他让我休息 然后呢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他确实他放不下 他觉得有些东西他能做 他会做好 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我们能在两个地方换换环境 他起码不会让我们精神上就是 对于崩溃这种状态 对吧 但是呢 这个也怪我 这是我的我的错 这是真的 为什么呢 第一呢 我始终因为我们 我以前的工作地方呢 是开七天 我觉得呢开七天也确实 而且呢大家都知道 开七天你会把诊所才能 build up 起来吗 才能把它建议的更快 我们的建议的诊所却很慢的 我们从零个病人 13天一个病人都没进来过 在大楼里 这种情况进展 你们两也打过苍蝇吗 就是我们说打苍蝇 就是说你店门开着 但是完全一个客人都没有进来 你说有13天一个病人都没有进来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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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是的 但是呢 确实所以呢 这个每个人呢 其实医生 大家看到医生光鲜的一面呢 其实都不知道医生成长的过程中 面临的很多很多的困扰 苦恼或者这种很不一样的经历 知道的就知道了 今天我们谈论给大家的呢 就像我们看到屏幕上这样子 有一个叫履利医学美容 这是我呢 就是辜负了大师当时的一个期待 为什么呢 大师呢信任我说 OK把这个4266凯辛娜 做成你的梦想中的医美诊所 那是八年前 那么八年就讨论到这个题目了 八年前我就开始了 那个时候呢 大师也支持我 甚至他都被我拉去学做打针注射 在阿拉巴马去学 学一个one pair lift 是叫Dr. Charles Reynolds的一个课 我们八年就认证了 这是履利医学美容 那么这个医学美容呢 耗费了我们很多的装修费 设备费和材料费 跑不掉的 对 但是没有做起来 哦 没有 可能整个的氛围还不到那个份上 是的 当时急了点 但你们的vision已经有了 有 这个部分我们留待下次会再谈啊 不过我想要就是说你说 大事非常的包容你 就说 这也是你的错 但是问题是 背后有一个push的力量吗 就是说你会叫他说没有关系 尤其我要说就是说大事不好意思 我要说如果你们两个人在坐在我跟前 我会觉得说履利比较像老板 好 他比较有老板的范儿 OK 因为你有vision 你一开始就想到一般女性来讲 我说一般女性 开着夫妻老婆店嘛 就是我们俩在一块 可是履利一开始就想到说 我们俩绝对不能够在一个屋檐 你当时怎么会有这么先进的女性思维 这两个人不能在一个同意 这个是省能源省资源也省体力 我们俩一起看比较容易 但万万没有想到 因着你不愿意这样做 反而开拓了事业 这是重点 这个呢 每个人成长的经历都有不同的导师 我的导师呢 其实是第一个打工的诊所 我只面试了一个诊所 当时我在长岛这个北安医院做过敏免疫科 我出来之后的第一个诊所是张建卫医生诊所 他是开七天的 当时张医生对我的教导很多 我吸收了很多很好的东西 然后呢 我当时呢 我其实我当时学会一点广东话 当时都觉得 东北人讲广东话特别难 你知道吗 还好 我还能讲 还讲得不错 我主集广东江门 哦是啊 你是主集广东人 我也是广东人 但我一句广东话不会讲 我爸说我丢人现眼 还好 当时呢 我觉得呢 当时其实我们当时想 觉得是北方人要在法拉盛 只是呢 这个地方呢 不被大家看好 觉得4266凯辛娜 这个什么一个小小的地方呢 对吧 然后又没有医生大楼 嗯 然后呢 张医生说 好像不太合适吧 我当时想 既然他说不合适 我就去布鲁克林吧 我们就去布鲁克林 租了一个地方 当时布鲁克林 在64街 叫锦龙大厦 在飞龙超市写对面 叫64街 并不是在50几街的中心区 中心区 为什么不租呢 我们当时去布鲁克林去看 发现50几街那边呢 就是市场啊 鱼啊 卖鱼卖肉啊 这样子 作为一个年轻的一代的医生呢 当时没有任何商业眼光 不懂得这种人流 人流量是个什么概念 也不懂得呢 相关的 其他的环境的一个支撑 是个什么意义 只是觉得64街环境好啊 干净啊 就去了 结果周围没有人进来 是的 所以呢 这个压力是蛮大的 当时呢 又是觉得 所以我和大师当时的 也是有分歧矛盾的 他主张开一家 然后呢 当时 所以矛盾比较多 我就说 那咱们 看默不出去开两家吧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当时他在读fellow 他在读一个慎科的fellow ok 因为我的事业 他是肾脏专科 我们将来要开闭一个 肾脏专科的节目 要请 不好意思来跟我们解说 不好意思 打断你一下 他的专科的梦呢 被我给打断了 他听说在这方面还是很棒 很不错的 他是很不错 他两年的专科 他读了一年半 他的主任 在前两年还叫得去 你能不能回来 再读完呢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他也是为了我 他放弃了很多 他不同意开两家 他还支撑我开两家 当这个两家 运转不下去的时候 他是把他的专科放弃了 来支持我 福利的 对 所以呢 他的每个人都有 他的追求和梦想 他当时跟我说 不管慎科赚不赚钱 我想把它读完 我说大师 你想想我们的经济压力 有多么的大呢 没有收入 对不对 收入这么低 花销这么大 那大师最后想 那我还是支持你吧 所以大师就毅然决然的 就跟着我一起做 毅然决然 还是不得不 来毅然 大师我来问你说 你有什么样的把握 经过这么多年下来 你相信李立的判断是对的 因为的确就像你说的 你这是你的vision 开两家各自各坐自的 我们仍然有一些温馨的时刻 但不要天天在一块 但是这可是现实就是现实 两家就是overhead 就是要多很多 从口袋掏出来的钱就要很多 你怎么知道这个女人说的一定有vision vision我觉得谈不上 但我觉得这个我们人生的一个 一个把则吧 就是说只要努力肯定就有收获 我们两个既然是两个人 只要两个人去努力一定会成功 但是当我相信这一条 就是说无论做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 只要你去努力就会有成功有收获 当时呢因为他一个人再开两家 那肯定是 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呢我就说牺牲了我的这个 这个圣科专业 我们去把它做起来 好像我们才能够存活下来 因为当时是经济情形 是很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我们甚至从这个信用卡去借钱 哇 甚至有一些 也当过卡奴的人 对啊好多的 医生还当卡奴 真是的 很多好心的朋友还借我们钱呢 是 所以李莉 你自己就说你要找这次挑战你的看法 当你十三天没有一个病人进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困须过我自己说 我告诉大使一定要放弃他的来共同这样子做 结果我十三天一个病人都没有 你有没有怀疑过自己的 有 还是有 有 好诚实 非常好 因为呢 我们对于这个 这是一个不同 生活方式和解决问题办法的一个角度的 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的一个焦点 就是我们如何把这个没有做起来的事业做起来 为什么一次要做这么大 当然了 当时的这也埋下了今后发展壮大的一个根基 没有当时两个怎么有今天的四个呢 我们第四个并不是为了这个压力了 第四个在86届今天真的就是为了病人方便 没有再想过钱 所以去到那个地方86届我开心的不得了 因为呢我真是觉得第一他没有那么像现在 但是现在这是后发 当时是你问我这个问题非常问的非常好 当时无数次在想 我当时可以说熬一夜熬白了头 是的 头发都是染的 那么真的 真的呀 当时真的是你可以问的是 真的是一夜之间熬白愁 就在想怎么算都是破产 怎么算都是 都是这个事业是做不起来的 甚至呢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因为自己确实没有做Business的任何经验 是 也不懂 也没有想过去哪里去吸引新的病人 也没有想过保险公司的门 是怎么敲开 门在哪都不知道 是从来都不知道 然后呢 只知道我有knowledge 我有热心 然后呢 我花钱装修了 我环境不错 但是这不意味着一切 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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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运动 是因为我遇到了贵人 也是人生中哪有哪有轻松得来的成功 哪有自己一个人的成功呢 这都是遇到了合适的人 我觉得事业的我遇到大事 大事是我非常好的最佳的partner 对 这是这是第一 第二呢 在关键时刻呢 出现比如我当时做医美 没有病人 我就做医美吧 就是这么想 然后呢 就开始把兜里的仅有的钱去买设备 买材料 就这样子做 唐人街当初一些成功人士女士 都是我的病人 得于房东舒先生 舒锦唐先生的支持 她和她太太 舒泰带来好多唐人街的这些人给我 当然呢 我就当时想 哎呀我一定要把法拉盛做成医美 然后呢 不做那颗了 让大事做那颗 我来帮她做这些 可是呢 没有钱 没有最好的设备 有第一台 当第二台的时候就出了点问题了 没有人告我 因为我没有收过任何人钱 在实验的时候就发生了问题 当时我发现了我请的老师是不 并不是每个老师都是好老师 不是我以前的老师了 那么社会上的人呢是复杂的 社会上是有欺骗的 对 然后呢我当时就觉得不行 我还是要做回那颗 不管多少钱 我们俩把 花万元 几万元 训练的这些 证证 认证 都放在一边 我们俩把设备也锁起来了 我们俩一心做内科 所以呢 我们及时的调整了自己的方向 专心专意的做内科 然后呢遇到了我当时的经理 他就告诉我 柳医生 如果你不要想回医院 说如果你不想回医院 你给我三个月的时间 让我们试试我们能不能做起来 拿到你每天能够有一些病人进来 我说好那咱们就试吧 我们就成功了 就这样子 因为呢 因为我很感激他 是 他呢当时给了我信心 在我和大师说我们回医院 我们一样可以征20万的时候呢 他告诉我们 你们不应该去征20万 对 我记得我在跟吕医师初次谈话的时候 吕医师就告诉我说 在我们身上一直有一个团队的故事 这个团队可以是他们两个人 可以是他跟他们的父母 也可以跟他是真正的医疗团队 每个人在走过过程当中 都有许多的艰辛 今天非常高兴他们两个人 用非常诚确的态度来分享的这一段 没有一个虚华的炫耀 但走过的每一脚步 是造成他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点的部分 他们从一个诊所做到两个诊所 到现在有四个点 在很多的华人医师里头 有这样的看法和做法的人 的确不多 但他们在这里没有告诉你一个神迹 或者特别神注的方法 有的只是他们个人真诚的勤奋跟努力 再加上从他们整个的访谈当中 提到了许多你我所不知道的人 而那些人是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的贵人 和真正帮助他们的 他们如何从真正的一个医生的角度 开始更深的拥抱华人的社区 为华人社区做更多的事情 当他们拥有更多华人事业的时候 他们可以告诉大家说 我们如何建立一个更美的华人社区 我相信这会是他们在下一集当中 跟我们分享的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分享的这些故事 我们相信你们还有非常精彩的故事 我们下礼拜再见 再见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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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